因為這麼長的字 我看半個鐘頭 對我來講 眼睛會很傷害 為什麼你自己試過就知道 但你看一看電腦 再回來要去寫 排位那個很細的字 有點模糊了 所以甚至 我也有一次去檢查 師父你的老花眼變一倍 我說沒關係我兩天不看手機就恢復了 因為就知道說 那種傷害很大 同樣的為了 要行菩薩道 什麼樣會傷害你 最後要練習早一點睡 吃東西要清淡 就這個意思 不然的話 我們很容易昏沉 身體不好 所以不符合自然行為 所以後來講 就像我自己那時候在家 我已經發心要出家 我師父給我說你小心 你十根手指頭斷一根就不能出家 所以一切你都要小心 因為你要出家 那你天天要忏悔 所以我們 到戒場去收戒 天天晚上都是跪在地上 忏悔啊苦啊那是最重要 叫忏摩拜願 就怕自己有障礙 受不了戒 那受完戒以後 更要每天 懺悔八十八佛 失死 怕我們 在想要利益眾生 行菩薩道有障礙 所以我想一個發心的人 如果他不能夠利益眾生 他活了就沒意義了 所以我師父說 如果我們不能利益眾生 我們就是死了 所以肉體死了 所以在這一點 要如何能夠守護菩提心 當然我們身在這個末法 那就像外面風沙很大 你隨時要插桌子的 因為它隨時都在污染 傷害 所以要時時刻刻反省自己 簡單的說 你越想幫助眾生 你越要檢點自己 忏悔自己 要更精進 就像你想要去幫別人打針開刀 那個針如果有傳染病 你反而害人 那個刀不夠力 反而傷害到對方 所以對菩薩道來講 天天的忏悔 乃至你看彌勒菩薩 他已經補助菩薩要成佛了 他現在整天的 最大的修行就是忏悔 所以經典說 就像我們搭的慢衣 慚愧衣 禮拜死方佛 替死方眾生 不斷地在忏悔 所以這樣以後 他才能夠到將來 他所成立的道場 就像人間淨土 多三年圓 隨時沒有污垢 可以讓眾生得到歡喜快樂 所以只要你有我旨在 沒有正如空性 隨時都在造野 所以各位一定要 為了要慈悲 一定要多視為空性 按照《心經》《金剛經》 按照《因緣所生法》 你不養成習慣 那你就一直在執著 對愛情 對外表 對世間的一切 那就一直在造野輪迴 所以過去無名種子 為罪業之因 今生現行 那你現在生口意造作 為罪業之源 所以由此現行 再加上過去 無死以來的業種 因緣合合 那現在業報就現前了 所以一個人會痛苦 生病 意外 死亡 這個叫業 業成熟了 惡業成熟了 那我們菩薩的生命很重要 像各位真實讀過 《法菩提心》《受菩薩》 《受菩薩》 你每一分每一秒活在這個世間 對世界很重要 就像我們在 我一直看到那些燕共 所以它時時刻刻都在利益眾生 不間斷 我們就是不希望這個燕共停掉 不希望這個燈滅掉 不希望這個悲心斷掉 那我們這個身體也好 利益眾生 不希望它有障礙 又為當來罪業之惡因 那如果你這個業沒消 你這輩子死了 那你下輩子還是有這個罪業 變成你的因呢 然後這個因要加上你的現行 然後又一直這樣一直一直一直重複 所以我常講一句話 死亡前的死亡 各位一定要無論如何來這一輩子 一定要把累世的惡業 不好的習性斷除掉 而且不能等 你搞不好明天就癱瘓了 你搞不好怎麼樣 也搞不好你根本沒有時間忏悔 也沒有機會了 所以各位要很積極的 一直回光返照 也一直忏悔 所以過去的業因 又為當來罪業之惡因 如是輾轉相知 故令輪迴不絕 過今憑諸佛菩薩做前 各位真心的忏悔 阿促如來曾經造了無間地獄的因 阿促如來 保身如來 阿彌陀佛 不空成就如了 包括我們本師釋迦牟尼佛都 為了一句話下地獄六十節 這是其中一個業報 所以下了百千萬次的這些三惡道 所以因為天文佛法 虔誠懺悔發心 最後他才能夠離苦乃至成佛 還進一步可以幫助眾生 所以只要你願意忏悔 是個忏悔你要發怨的 譬如說我這個人很愛打瞌睡 那如果你不忏悔過去的惡夜 不發怨 我如果再打瞌睡 我就跪在地上 跪一個鐘頭 你永遠不會打瞌睡 如果你不就這樣 等我下瞌睡再改 你連快死了都還在打瞌睡 沒有機會念佛 所以各位千萬不要太善待自己 做個菩薩 要對眾生很好 對自己要很嚴格 要苛責自己 如果中國人講的 言以律解寬以待人 如果你不想怎麼做 所以忏悔基本的意義就是 斷一切惡 你不能再犯 沒有任何理由 你不能說我控制不了 你控制不了 那這個話你就找藉口 比如說一個男人好色來出家 本來是哪一個沒有欲望 沒有欲望的請舉手 不可能 然後你再說我出家 沒辦法了 我碰到他 那是你自己要的 那這樣你造了一個地理的因 但是我發覺很多人不怕 不怕這個事情 事情過了 你造了一個惡業 哪一天你又開始又去發飆 開始又去男男女女 他就是不畏 不畏懼這個果報 當然如果你真的下了地理 你就會怕 因為身世太痛苦 所以各位一定要忏悔 忏悔的話 絕不再犯 悔過 悔過就是過去的過失 你不會再犯 若能為今生之現行 所以你這輩子不要再 再去生口意造惡業了 今生之現行 過去是業種 沒給它圓 就像這個種子 你不給它蛀圓 它就不會發作 所以 穆建年尊者的這種口業 因為他講話比較直 對啊 你師父現在在地獄啊 他只真跟外道 普朗努外道的弟子 講了這樣回一句話 他講話很正啊 因為他本來 他師父就在地獄啊 結果他還講 千萬的這種石頭棍棒 把它打成肉醬 他呢 來不及了 所以用爬的 找去 用他的支撐力 因為那時候神頭沒用 業力來 你多大神頭都沒用 他爬去跟佛陀懺悔 我要入你吧 沒辦法 沒有這個身體了 所以 當然佛陀勸他 繼續發菩提心 但是業就是來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忍 欲望來了 對勁來了 那你就要忍 所以現在最重要的是這個修行 死 生口義 絕對 不要再去犯十二業 當然你講話 特別講話 講話又不用負責任 講話是最容易造業的 那你要馬上控制 自己要去跪 要去拜 求佛加持 不然人家跟你講 講到後來很煩了 你不要再講話好不好 那很可憐的 你將來精神會有問題 會有礦 生的子女會 為什麼 如果我們講話 或是一直讓別人很困擾 的時候你會造成精神病 自己會很 各方面會很困擾 人際關係會很糟糕 特別講別人是非的人 生生世世會離婚 會孤獨 會跟人家合不來 因為這個是非就像一隻刀子 在切斷人家的 不讓對方有機會 因為現在的人兒更親 這個人本來我對他 沒什麼壞影響 別人跟你講起來 你要小心喔 對不起 這個人永遠我不跟他講話了 所以那個背後講別人是非的 就判對方死刑 這個人還有機會改變 我們勸勸他是可以 但是如果很多人一聽 話情界限 這個人不能跟他交往 所以佛頭曹說 說是非者很可怕 那各位在這一點 千萬記住 不能夠 特別各位是女孩子 你在 你嫁給南方的家庭 你不能跟南方的家庭 任何一個人講 他任何家裡任何人的問題 你也不能跟你的先生講 你媽媽怎麼對待我 那也是破壞人家母子感情 當然你要很細分的去講這些 那各位要回光返照 我這輩子 我有什麼習氣 那你要一直回光返照 然後堅定的懺悔 然後受戒不再犯 你不能慢慢來 個性太急 個性太慢 個性太急 個性太慢 忌妒心很強 誠誠心很強 因為如果你不受這個十善業界 那菩薩界得不到 這只是一個 一個基本我不犯 那進一步我們才說 那我來幫助別人 不然我們做的是一個有漏的善業 這樣可以了 就像一個國王 雖然他有福報 就半途被殺掉 就像一個皇后 她是有福報 最後被放火燒掉 在英國發生很多這種 被斬頭的 被放火燒掉的 被毒死的 所以福報不能抵消惡業 但是這個惡業的現行 就算你當下的生口意的放逸 然後這個因就馬上成熟 果報就來了 就這個意思 所以若能違 所以各位要違背自己 要違背自己 那你要練習很多 譬如說我這個人喜歡生氣 那你要修忍入慈悲觀 你要觀察一下 別人罵我 走各方面來罵我 侮辱我 那我還在修 我還在修忍入 修微笑 你要練習 你不能說好 那等到那個時候 你絕對不好 控制不了 所以殺人者 永遠的殺完以後才後悔的 因為我控制不了 就像夫妻吵架 就會打對方 結果什麼離婚就念出來了 等他事後的時候 他就後悔了 因為他克制不了 所以我想修善業 也要一直練習 斷惡業 那各位要多觀修 而且要生起恐怖響 要去想他的過患 我這樣下去我會怎麼樣 然後呢 你要決心要改變 所以我要受戒 受戒也要發怨 我如果違反這一條 我會如何 不然你不警惕你自己 沒辦法 所以就不容易改變自己 所以回過之言 如何自說 恐如未能隨我所到 所以至於自己有什麼樣的過失 在各方面 你要自己 因為我們的大眾法會 沒辦法 那你要自己 你要自己想愛 我過去邪淫 我過去不孝順父母 我過去騙人家的錢 各位 你做生意逃漏稅 你要好好懺悔 不管你在哪一個地區 逃漏稅 你在那個地區 一定跟政府 在做什麼都有障礙的 但是我們華人 變成一種習慣 這個習慣就會障礙住 那怎麼辦 如果你過去逃漏稅 假設一萬塊 那你現在趕快把這一萬塊 拿去當地的政府 或是慈善組織 這個國家的慈善組織 然後去把這個錢布使完 來消除你過去 在這個地方逃漏稅 在這個地方如何如何 但是如果你深信因果了 你一定要如此 你一定要如此 過去你曾砍樹 砍樹 砍樹 砍樹的人 你趕快要去種樹 比丘連草都不能拔 那天各位你聽 詹家話說 草細比丘 對不對 你把它弄斷了 你就破殺截